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VEOA卫视 7月23号星期六的周末特辑 我是李华 这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美国文化筒之外 走进美国栏目还将带您了解 美国人是如何纪念莎士比亚 逝世400周年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发展 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美国之音VEOA卫视 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星期五晚间一名18岁伊朗裔德国人 在慕尼黑拥挤的购物中心开枪射击 打死9个人 这名男子显然是制造枪击事件的唯一凶手 慕尼黑警察局长安德雷 星期六清晨说 这名18岁少年在袭击事件中 自己开枪击中头部自杀 但是他没有提到导致这名年轻人发动袭击的原因 安德雷表示 这场造成多人死亡的袭击是否是恐怖袭击 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 9个人在慕尼黑枪击案中被打死 枪手自杀身亡 另外有16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受伤的人当中包括儿童 这是在8天的时间里 西欧地区发生的第三起 针对平民的重大袭击 东盟以及美国和中国等东盟国家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们 正在陆续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出席一年一度的就地区安全议题举行的聚会 这是海牙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裁决之后 东盟举行的首次地区性会晤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菲律宾将在会议上提出南中国海争端问题 并敦促各方尊重仲裁案的裁决结果 按照惯例 东盟和美中两国外长都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 将发表一份声明 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将在万象继续在声明措辞上角力 此外朝鲜这次也罕见的派外长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 朝鲜虽然是这一论坛的成员 但很少参与论坛事务 香港一年一度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书展 7月20号开幕至今 吸引了大批香港人以及游客入场购书 不过与往年相比 很少见到政治敏感类的书籍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每年香港书展都会是推出大量新书的好时机 不过从铜锣湾书店事件后 政治敏感书籍在今年的书展里明显减少 甚至决之于大型书店 经过一番巡查 在废大型书店的坦荡里 依然能找到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书籍 香港次文化一职是出版香港政治书籍的出版社 他们今年重点推出了香港自觉 香港性政治等 有关港独自觉以及中港两地关系的书籍 这个政治事件使得香港出版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很多作者都不敢写一些比较敏感的书籍 即使作者敢写 很多出版社都不敢出了 彭志明表示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机回港后表示 连禁书的读者都会被追寻 因此从出版社到读者都很紧张 连买书都不敢 他表述曾经有大陆读者怕麻烦 不敢再带书回中国 很多人会自我审查 到底我谈这个题材会不会所谓插遍球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这个事情不光是令到香港人感觉到两制 好像在破坏的体无原夫 同时在出版界学书界也是很大影响 不少港媒报道指 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 今年香港买书和卖书的人 多了一份政治忧虑 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经进入自我审查的时代 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接下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美国对土耳其上周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 事先毫不知情 也绝对没有参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 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葛兰 或他的追随者 是7月15号发生的旨在推翻土耳其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 奥巴马星期五说 任何有关美国参与策划这场政变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假话 自从美国参与未遂政变的传言被广泛传播之后 土耳其的反美情绪高涨 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的一名记者 至少在两个场合不得不撤出愤怒的人群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 美国总统大选是美国近期最热门的焦点话题 在最近刚刚举行的共和党全代会上 川普正式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资格 不过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的第一场政治演讲 却被指控有剽窃的嫌疑 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 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BEOA卫视 BEOA卫视 川普话题不断 梅拉尼亚首次政治演讲被指剽窃 一位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公开心路历程 白宫争夺战愈演愈烈 宠物也有表决权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唐纳德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 发表声评第一次政治演说 圣赞丈夫是一位富有才华 同情心和不屈不饶的领袖 他还说如果川普入主白宫 一定会把美国团结起来 而不是分裂 不过有人随后指出 美拉尼亚的几段演讲词明显抄袭了现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2008年的一次演讲 是剽窃还是巧合 我们来听听看 新期一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开幕之夜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太太 美拉尼亚随后登场 向欢呼的人群和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发表演讲 现场掌声不断 不过事后很快有人说 他演讲中提到的家庭价值观等问题 和现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在2008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如出一辙 从小时 我父母就教导我这样的价值观 生命中你要什么 要努力去争取 言出必行 信守承诺 以礼待人 巴拉克和我受到同样价值观的熏陶 生命中你要什么 要努力去争取 言出必行 信守承诺 以礼待人 斯洛文尼亚出生的梅拉尼亚川普是珠宝设计师 曾经当过模特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知道 唯有追求梦想的强烈程度 唯有为实现梦想付出的努力 可以旷歇你的成就 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和这个国家所有的孩子知道 唯有追求梦想的强烈程度 唯有为实现梦想付出的努力 可以匡限你的成就 川普竞选阵营否认抄袭 并说这些都是常见词 梅拉尼亚的演讲大约15分钟 力争为川普建立一个柔和的形象 从商界转入政坛的70岁的纽约富豪川普声称 如果当选就要暂停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 还要驱逐千百万的无证移民 因此被批评为冷漠和偏激 批评人士还指责川普 侮辱妇女 政治对手和记者 来自民主党的对手 68岁的希拉里·克林顿说 川普缺乏入主白宫必须的政治经验和气度 星期一 希拉里·克林顿 在一次以黑人为主的集会上说 川普这种人会以种族 民族和宗教来分裂国家 在加州硅谷 虽然科技公司不断涌现 可是并不是每家都能成功 只有少数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让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中国的成功人士 在硅谷的创业历程 无锐正在一个车库里实现他的美国梦 每天都很不一样 工程师无锐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他和几个同伴共同创立了一间名为Win的公司 这个想法在他往返于中美的旅途中萌生 我是北京出生 我五岁的时候来美国 我在中国的时候还记得小时候是八十年代 中国还比较贫穷 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问题 我来美国之后我还会经常回国 我会去探亲 看我的爸爸妈妈 包括我的老老爷什么的 然后我每年回去发现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环境会有一些恶化 吴瑞和他的团队研制的这个家用空气净化器 可以改善环境污染严重地方的局部空气质量 艾瑞克·穆诺兹也是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 他说他的母亲对他的创业之路并不是很有信心 身为哥伦比亚移民的儿子 能来到硅谷工作对穆诺兹来说并不容易 我是单亲妈妈养大的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我妈妈要工作很努力才能维持家庭生存 把我养大 所以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书 现在能在硅谷工作 这让我很自豪 设计这个空气净化器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还需要大量的试验 吴瑞说他的团队设计了控制气流的元件 发明了监测空气质量的感应器 并且从您开始编写了一个配套的应用软件 他说这个发明也可以当作一个实时空气质量地图使用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使用像这样的感应器 以及带有全球定位系统的手机 那么空气质量的相关信息 就可以通过大众提供的资源获得 而人们也可以知道 一个城市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如何 吴瑞说他的公司能否取得成功 还要看他们的想法有多少能付诸实施 为了确保完成工作 这个团队经常要在车库里一天工作12小时 一周工作7天 他们知道要想取得成功 需要大量的付出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口袋妖怪风靡美国 密室逃脱让你体会当福尔摩斯的刺激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华人彩虹联盟是北美地区最大的 华人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互助团体 拥有数千名会员 29岁的少帅来自中国 是这个组织的主席 他要和大家坦承同性恋群体 生活的不义和愿景 我们在纽约结婚的 我们两人在湾区 这也算一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在三番室里工作 一个在硅谷工作 我们家那位做饭 他做饭越来越好吃 我叫少帅 我是09年来的 我确定自己是同志之后 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国 我国内本科是读 在人民大学读统计 然后我来美国之后 在佐治亚州立大学读精算 我其实跟那个绝大多数的 这个北美留学生一样 更多的是想 就是在这里找到工作 然后在这里有一份 这个新的生活 大家成长过程中 很多事情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说我讲汉语 我吃中国菜等等等等 包括异性恋这件事情 绝大多数人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但是对同性恋而言 在青春期甚至懵懂开始 就发现不对了 这个不对就在于 我们开始发现自己 对同性有感觉 这个感觉刚开始 会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恐惧 我是怎么了 特别是我们成长的环境中 对同志的这种宣传而言 整体还是比较负面的 而且自然而然会 会associate with 很多不是特别光彩的词汇 癌滋病也好 这个烂叫也好 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对同性有感觉是 我对那同性的人 是个什么感觉 到底是爱吗 如果是爱的话 难道我是同性恋 我不能是同性恋 如果我是同性恋 我就跟那些词汇 联系在一起了 就这种就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挣扎的过程 我们最终是无路可退 我们如果不做自己 我们就只能把自己逼死 我应该是研究生的时候 跟家长出柜 就是我妈妈是个文艺女青年 她看书 她看《红楼梦》 她看张爱玲 就我还没出柜呢 她就跟我说 儿子呀 你要相信爱情 哎呀我的天哪 当时就是 当时这句话就会让我觉得 其实也许我觉得 我还是有一定把握出柜的 工作之后 我的经济实力就意味着 我跟父母的对话中 他们会理解我 开始尊重我的意见 而且我能够向父母证明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我现在平时的工作 是从事互联网金融 但是我的其他时间 更多地投身于这个志愿工作 我有一个组织叫做 China Rainbow Network 北美华人彩虹联盟 然后我们现在是全美最大的 华人同志组织 在奥兰多事件之后 我们会让大家知道 华人同志是个什么态度 我们希望大家慢慢地 能够听到有这个声音在 从去年开始 我们在纽约有了自己 就是华人方阵 而今年我们在旧金山 也是会把华人方阵走出来 这次有亲友会的方阵 是个非常欢乐的场景 这次是我们的华人单独走出来 所以我们也非常地兴奋 在千年等一回音乐的 这个响起之下 我们的仙女和翩翩起舞 你能感觉到你走出来之后 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为你欢呼 为你叫好 大家都特别地支持这个平等 其实我觉得同性恋游行 也不属于同性恋 性少数群的 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可能 成为小众的一面 就像有些人会孤独 有些人会提前先走 有些人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 就像有些人是同性恋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 拥抱自己小众的一面 这就是我们同性恋 去骄傲游行 所真正想传递的 这么一个精神之所在 你看到我们能够走到你面前 但是你看不到我们背后 走到你面前的艰辛 我们现在强调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后 想能够实现我们都一样 如果有一天 真的能够像左右手那样的不一样 我们也不会那么的去告诉大家 我们的苦难 我们的苦难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我们的苦难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造成的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有很多苦难 我们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苦难了 小精灵Pokemon风靡美国 日本任天堂公司出品的智能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口蛋妖怪GO 让不少玩家们欲罢不能 首都华盛顿的一些景点的管理机构 呼吁公众 在参观一些庄严肃穆的纪念场所时 就不要再捉精灵了 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与阿灵顿国家公墓 周二分别发出声明 要求参观者出于尊重 避免在这两处纪念场所 玩口袋妖怪GO 这款周怪游戏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管理者们 在其发出的声明中说 我们请求我们的客人及游人们 恪守最高程度的礼仪 在这片庄严神圣的土地上 玩诸如口袋妖怪GO这样的游戏 看上去并不得体 玩家们被推荐去其他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 玩这款游戏 纪念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 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表示 欢迎游客们本着尊重 我们是纪念馆这一前提 使用科技产品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发布了一则视频 建议人们在享受公园美景的同时 要时刻留意周围环境 不要在捉虚拟的口袋妖怪时 碰上真正的野生动物 如果你向往福尔摩斯或者007的话 那么密室逃脱 The Escape Room 这款网络游戏就是为你设计的 参与者被锁在一间密室里 必须找到线索才能逃出 这个游戏在现实世界中跑红 仅仅在华盛顿地区就有十多个密室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一次逃脱密室的刺激 继续器在倒数 人们有60分钟逃离这个密不透风的房间 这个游戏中的线索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而且没有一个起点 你从哪里开始都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 找到钥匙逃出去 这个房间是史密斯逃脱吧的其中一个 是仿照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建造的 这里有总统印章的地毯 总统办公室 总统照片和其他道具 逃脱椭圆形办公室的有趣之处 就是任何物品都可能是解开谜团的线索 包括1930年代的古董打字机 播放唱片的古董留声机 华盛顿地图 或者只有在暗光灯下 才能看到的隐秘信息 游戏监控人员通过摄像头监控团队的进展 并在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提供暗示 团队可以由同事 家人或者游客组成 或者像他们一样 由六个朋友和两个陌生人 在游戏开始前临时组团 我们原来从来没玩过密室逃脱 所以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其实跟陌生人一起玩很好 因为这让你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估计全美现在有大约600个密室逃脱探险场所 史密斯去年开创这个逃脱吧的时候 华盛顿地区只有其他两个 现在这里有12个逃生游戏吧 数量还在增长 虽然每个游戏有不同的主题和陈设 但是游戏结构是相似的 解开谜团需要团队合作 和敏捷的创意思维 有点紧张 有些线索特别复杂 但是也很有趣 我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人玩过 还剩下7分钟的时候 团队终于找到了钥匙 我有点担心找不到线索 我们无法按时逃出去 很高兴我们完成了 史密斯说 逆时逃脱游戏的成功率 为30%到40% 所以这很有挑战性 逃出椭圆形办公室并不简单 这个游戏很受欢迎 我认为原因是 这给了每个人一个机会来当侦探 来当007邦德 不过史密斯说 跟所有团队运动一样 这个游戏的重点 其实是团队合作 以及享受其中的乐趣 川普和西那里 各有人爱也各有人恨 你可以骂 可是君子只能动口 不能动手 不过现在你的好朋友 可以为你出气了 弗蒙特州一家玩具公司 推出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 的人形宠物玩偶 弗蒙特的富足公司 推出专门为宠物设计的 嘲讽总统候选人的玩偶 有形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 玩偶背后画着一个微笑开关 一面写着支持一切 另一面写着反对一切 讽刺他随其应变的本领高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玩偶的领带上写着纽约爱我 美国国旗上画着美元 口袋里露出的小册子上写着白痴的长城 玩具设计师拉特拉特说 不知道顾客会买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还是希望他们的狗去咬的候选人 我猜想两者都有 希拉里阵营的人会买希拉里 唐纳德阵营的人也会买希拉里 玩具公司说 这种玩偶的行情暴涨 顾客不仅来自美国各地 据报道还有日本顾客 目前川普玩偶销量居上 节目最后 亚买江乐队Raging Fire 为我们带来独特的热带风情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演唱的情歌 Dashwata 我是叶凡 谢谢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继续 I want to talk to you for a while Girl o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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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that when she smiles o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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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to remind tonight She say ooh ooh Oh she wants more Come back for brighter She say ooh ooh Oh she wants more Up my life and come on ooh ooh Oh she wants more Come back for brighter She say ooh Oh she wants more 美國之音電視 廣播 網路 全方位報導 再添加計時 掌中新聞 手機輕鬆開啟中文環境 平板電腦搜尋個性化內容 離線在線 隨時隨地觀看閱讀 快訊提醒功能 搶先讀取最新消息 你還可以將自己的視頻圖片和音頻 與我們分享 新應用程序 適用於手機和各類平板電腦 趕快來下載免費的 VOA新聞應用程序 歡迎回到美國之音 VOA 衛視 今年是英國著名劇作家 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 美國人民是如何來紀念莎士比亞的呢 接下來《走進美國》將為您介紹 歡迎收看《走進美國》 我是楊玲 談到著名的英國詩人和劇作家莎士比亞 他很多筷子人口的名言都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比如說 Love is Blind 愛情是盲目的 2016年標記著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紀念 而如果你想要深入地了解這位對世界文學和戲劇 影響巨大的傑出文學家 那位於首都的福爾街莎士比亞圖書館 Fulger Shakespeare Library就是您不可不來的地方 今天就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起來一趟莎士比亞之旅 白色大理石的外牆 裝飾著莎士比亞潛伏雕 還有莎士比亞名言的名文 這棟由法裔美國建築師保羅 菲利皮 克萊特設計 有著新古典主義外觀的建築 就是福爾街莎士比亞圖書館 Fu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西瑟沃爾夫是首稿部門館長 福爾街莎士比亞圖書館是在1932年 由亨利與艾米利福爾街夫婦創立的 它是世界上關於莎士比亞文件儲藏的 可不可以見面好 尤其是世界上古球四方 specific 作為網位變磯 推幟的 配 권 whiii 想家了 我感覺得好累啊 我好焦慮啊 我感覺好迷茫 就是太現在 搜感的選衆 對 就是這樣 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對感情的擔憂 來到美國以後才發現任何事情都只能靠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中国来的一个工人 他是当地 他是那个房子里面的工头 然后就对我动手动脚 然后就是行为很不见点 就跟那个帮派一样的那种感觉 也很害怕 我也不会去报警 因为觉得说报警察 就算把他抓起来 他出来他要报复我怎么办 我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 也没有亲人 也没有朋友 简直就是人生的低谷 相当难过 我叫孙丽安 我自己山东农村的 以前在国内工作过九年时间 我这么大年龄出来读书 也是超出了农村人的 一种理解能力想象 我就没有买法 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梦想 要出来读书 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感 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光荣感 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 我觉得来美国经历的很多挑战 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语言和文化 这两方面影响着学业 社交和职业的规划各个方面 留学经历中常见的困难 除了学业压力 生涯决定 人际关系处理等 留学生群体还会面临特殊的挑战 诸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适感 和国际学生身份限制问题等等 面对挑战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 会选择自我调节的方式 比如参加半场马拉松 跑跑步什么的 我半年时间跑过两次半马 而且成绩非常好 挺意外的 通过运动也可以把自己的压力 能够排却出去 一个男生叫Ryan 他在街上画画 然后画画了以后 就放在那边在地上那里卖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我也是跟他们一起 坐在街上画画 然后还跟流浪汉做朋友 那一段时间真是减压很大 因为也是有这么一群人 有共同的爱好 然后我们有一次 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品 还卖了600刀 超开心 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 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寻求其他途径 例如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觉得自己是抑郁症 因为抑郁症也会是有注意力不及重啊 然后也很容易暴躁 然后也会自己一个人哭啊 然后就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 觉得自己有饮食障碍 暴饮暴食 到一个巅峰时期了 我都特别难集中 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压力很大 然后当时也有一些自杀的倾向 觉得好累啊 自己怎么做都不行 就觉得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最后去了很多地方 就是参加了心理咨询啊 学校 我们学校有Caps 就觉得每一天很孤独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最抑郁的时候 一个是有对面对自己 一年之后毕业找工作 这个出路问题很发愁 另一方面呢 父母的压力 再一方面自己情感上的压力 全部加在一起 心里面那段时间是 可以说是最难承受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还去过学校的这种Caps 去咨询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 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 包括通过电话 与心理咨询师 做简单的出评 再进一步预约 或者在开放时间内 直接来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师可能会问你 为什么你会想要来 就是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今天为什么进来 然后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扰 然后这样的一个困扰 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你有没有试图怎么样去解决它 然后它对你的生活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然后呢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 然后呢你自己的一些资源 又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 开展的服务内容 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 情侣或夫妻心理咨询 和一到两位心理咨询师 引导的团体治疗 方式通常以谈话为主 也包含游戏治疗和艺术治疗 生涯咨询方面会通过问卷等工具 而危机治疗是针对 有严重自杀或他杀倾向的学生 用住院的方式 保证安全和药物方面的配合治疗 去了以后见了好几个咨询师 没有一个很合拍的人 经过了大概有两个咨询师吧 我才找到一个 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询师 他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可能是注意力缺陷 很多同胀ADHD 宾西法尼亚大学 他有一个ADHD的咨询项目 然后最后测试了一下 ADHD没有问题 结果是ADHD 一开始是很难接受 因为觉得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障碍 压力就没有了 因为一直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努力 不够去集中 今天要得到第几页 CAPS这个是我在那个 就是刚开始那个学校的orientation上考虑过的 开始那个一个月的时候 不是压力还挺大的 当时朋友还不是很多 找一个陌生人聊一聊 吐吐槽也挺好的 反正我叫学费嘛 这是服务我应该享受的 在一些高校 它的国际学生特别多 并不是说特别常见 但是也逐渐看得到更多的 就是心理咨询中心里面 会有那么一个专门的一个职位 就像我的职位一样子 会叫做international specialist 美国部分高校还会开设 同辈心理咨询项目 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 一般都是学生 宾大Iwana留学生同辈心理咨询项目 将于今年暑期开始 我觉得还倾向于同龄人吧 我觉得这种一切跟 就是同龄人交流的这种 这种场合啊 或者是机会 我都挺期待或者挺喜欢的 因为同龄人他们可能更懂 我们应该现在处于 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跟同龄人交流 他们又知道很多东西 然后比如说出去玩啊 或者是怎么学习啊 当这个蓬贝的心理咨询员 他觉得所接受的内容 是超过了他们训练背景的 那么他们是需要及时转接到 就是更专业的一些部门里面去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好像有点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个机制吧 2014至2015学年 宾大1800多位中国留学生中 大约有12%的中国留学生 寻求心理咨询 我会觉得如果是从学生的比例来讲 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低一点的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对心理健康 就是看法有点挺 叫做两极化 要么你就健康 要么你就有病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观念 不是特别正确 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国内的学校传统上没有这些资源 每个人就是在承受这些问题 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心理老师吧 老话说的叫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当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觉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 当学业跟自我照顾 冲突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会牺牲掉自我照顾这部分 包括睡眠 包括饮食 包括就是心理健康这部分 何宇宏博士表示 宾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反馈中 绝大多数是正面的经验 负面经验多数来自于尚未进入 或者有困难进入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 具体表现在预约排队时间长 等待预约期间没有足够的支持等等 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基本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学生希望寻求校外咨询 不菲的费用 也可能将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拒之门外 那么家长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在抚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 能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一部分 家长们能够好好地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环境 去经营他们的亲子关系 使得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 在最落寞或最孤独的时候 仍然觉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 然后有亲人可以依靠的 美国之音记者余木 卡拉 许湘云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采访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您的孩子在美国的 最近一期的栏目 近年来中国频频发生 中国美国频频发生 中国留学生自杀的事件 引起了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是否亮起了红灯的讨论和担心 不过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英今年 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400周年 美国人民到底是如何来纪念莎士比亚的呢 继续请看《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杨林 谈到著名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 他很多会智人口的名言 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Love is Blind 爱情是盲目的 2016年标记着莎士比亚 逝世400周年纪念 而如果你想要深入地了解 这位对世界文学和戏剧 影响巨大的杰出文学家 那位于首都的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就是您不可不来的地方 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一趟莎士比亚之旅 白色大理石的外墙 装饰着莎士比亚浅浮雕 还有莎士比亚名言的名文 这栋由发意美国建筑师 保罗·菲利皮·克莱特设计 有着新古典主义外观的建筑 就是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西瑟沃尔夫是首稿部门馆长 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是在1932年 由亨利与艾米利·弗尔街夫妇创立的 它是世界上关于莎士比亚文件 储藏最丰富的宝库 还有一个剧院 这里所收藏的莎士比亚年代的书籍 及手稿非常广播 图书馆坐落在美国政治中枢的国会山上 于美国最高法院 国会图书馆比临而居 距离国会大厦只有树部之遥 为这片国家种地间注入了柔和的文艺气息 福尔街夫妇认为 他们的莎士比亚收藏是赠送给国家的礼物 所以地点应该要设在人们方便过来拜访的地方 图书馆内部让人仿佛置身英国伊丽莎白时代 橡木香板装饰 拼花地砖 彩绘玻璃 著名的帕斯特阅览室 为民众提供了研究莎士比亚的空间与机会 发行于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 First Folio 是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 最引以为傲的收藏之一 第一对开本是第一次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合集的版本 没有它 大概有18部它的剧作会永远流失 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出版过 这里保存了82本第一对开本 占上存总数的三分之一 何宗安是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华裔讲师 第一对开本意义非凡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剧作 以对开本的形式出现 也因为它集合了莎士比亚所有38部剧作中的36部 学者们相信第一对开本在当时出版了750本 时至今日大约留存下来了233本 而这编幕仅存的233本中 有82本在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 莎士比亚在西元1616年过世 距今已有400年 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在这特别的一年 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莎士比亚一个偶像的一生展览 就是其中之一 在第一对开本发行以前 莎士比亚的每部剧作是以四开本形式单独发行 而它最早印制的四开剧本是1594年的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 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着这世上仅存的唯一一本 陈列在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旁边的 是另一本早期剧作《爱的图劳》 《爱的图劳》在1598年出版 这里印着威廉·莎士比亚全新修订和补充 这是第一次莎士比亚的名字 以作者的名义出现在它的剧本里 为了让全美民众能够更亲近莎士比亚 福尔街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另一项创举 是将第一对开本出接到全美国各州展出 这个活动的后勤工作重大 要保持第一对开本对气候环境要求很高 因为他们年代已久 保全也很重要 因为他们非常值钱 几年前在拍卖会上有一本卖了600多万美元 图书馆里的沃纳·钢德斯·海默保存实验室 负担了这82本第一对开本 及其他古老珍贵书籍的修护与保存 修护员爱德利安·贝尔正在检验这本编号 54号的第一对开本 为了纪念沙翁逝世400周年 这本书将出界巡回展览 每本第一对开本参加巡回展览前 我们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书的装钉 确认出界前的书的状况 当书归还给我们时 才知道展览中造成了哪些伤害 这不一定是为了保险 而是这本书的历史记录 在400多年前 沙翁以写作致富 买下了他出生地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 在这里一直住到他过世 这就是购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的最终合约 这里展示三份合约文件 买方的文件 卖方的文件 还有法律登记的文件 这三份文件原本是写在同一张羊皮纸上 抄写成三份 然后再以波浪线条切割开 如果将来有争议 这文件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 以此来证明文件的真伪 根据记载 这栋大房子当年的成交价格是60英镑 而莎士比亚一年的花销 却是这个价格的十几倍 这里也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 为他赚了多少钱 他每年可以花1000英镑 在那时候是非常多的钱 沙翁的戏剧对后世影响巨大 《仲夏夜之梦》 《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传送至今 即便是在亚洲 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民的电影《乱》 以及《蜘蛛潮城》 也是改编自杀剧《里尔王》与麦克白 有趣的是 莎士比亚在400多年前写的戏剧及故事 至今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你可能一个星期都没从媒体或新闻中 看到或听到那些有关莎士比亚的故事 或者是他的引言 人们常常引用沙翁创造的名言或语句 但却不知道是他说的 而《沙翁》也成了很多事物的试金石 还有餐厅用他的剧目取名字 在美国 每个人上学都要读莎士比亚 每个人都知道他剧中的人物 而《沙翁》的语言至今仍持续感动着人们 就像在400年前一样 《沙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1839年 在清朝大臣林则许主持翻译的书中 一般认为对《沙剧》最早的中文评论 则出现在清朝驻英发公使郭松涛 在1877年的日记中 1978年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 包含了31部沙翁剧作的《沙士比亚》全集 成为至今最权威的中文翻译之一 2014年 英国政府拨款150万英镑给皇家沙士比亚剧团 用来将沙士比亚全部剧作翻译成现代标准中文 据我所知 目前的中文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将沙翁的剧本原意翻译过来 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是为沙翁名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 也是沙翁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友谊名证 沙翁的剧作对人性的描绘 人际关系的刻画 权力财富的探讨 帮助了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 沙士比亚并不是不切实际高高在上 只有在英文课堂才会读到的 因此让人憎恨 这个图书馆想告诉你 沙士比亚是像你我一样的人 他描绘人类情感的方式是那么的好 那么的杰出 所以四百年之后 他还在持续发挥着影响力 用心观察你生活的周遭 你将会发现 沙士比亚在世事四百年后的今天 依旧无所不在 走进美国 刘恩明 杨玲 许湘云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EOA卫视 拉基伦先生是巴尔地摩的明星 不过他不是一个真的人 而是一台收集垃圾的机器 拉基伦自从2014年 被安装到巴尔地摩的港口之后 他已经收集了来自琼斯河 超过四百二十顿的垃圾 在成功之外 他还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 收垃圾的机器 发明者说 他们期望有一天 能将把拉基伦先生 建在世界各地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拉基伦先生在网上有一万个粉丝 首先他热爱巴尔地摩 其次他幽默风趣 喜欢流行文化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巴尔地摩健康港湾计划的主管 2009年时 数量公司想到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 就是在2020年时 让人们能在巴尔地摩港 安全地游泳和捕鱼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应用一些新技术 于是我们找到了约翰·凯利特 也就是拉基伦的发明者 真是好天气 港湾里我最爱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 我都很喜欢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 以前我天天经过河边 都会听到游客嗤之以鼻 说这港湾好恶心 然后我给城市管理局打了电话 提议应该做点什么 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港湾 他们说我们欢迎各种建议 所以每天过河时我都在想 怎么样才能清除垃圾呢 后来我突然想到 是雨水和河流带来了垃圾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雨水 再把垃圾带走呢 我在农场长大 见过一个跟这个相似的捡稻草的机器 所以这和我环境科学的背景结合起来 让我有了创作垃圾轮的点子 巴尔蒂摩很幸运地 拥有很多想要让它变好的人 而我也很幸运 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垃圾轮坐落在琼斯河的入港口 下雨的时候 雨水会将接到巷子里停车场的垃圾 一起冲刷到下游汇聚到这里 所以当垃圾被冲过来的时候 我们用水炸来引导垃圾进入传送带 然后小爪子把垃圾往前推 再让传送带把它们运送到高处 然后把垃圾请倒在垃圾箱里 所有能量都靠垃圾轮先生自己提供 能量来自两方面 首先它来自于水流的冲击 当水流不够大的时候 我们就用太阳能 太阳能白天蓄电 这些电提供能量给抽水桶 抽水桶从河里取水冲到转轮上 促进转轮运转 最后所有垃圾都会被送到废物处理中心 焚烧之后转换成电力 我们花了大概75万美元来建造和安装第一个垃圾轮 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马里兰港务局 另一个是星群公司 也就是艾克斯隆公司的可持续资源部 即使是80万美元 也几乎是能把垃圾从海港清除的最划算的方式了 这是因为它在河的尽头 一旦垃圾进入开放的环境 那要再拾起来就事倍功半了 垃圾轮先生在过去两年时间内 收集了超过420吨的垃圾 其中包括750万个烟头 25万个塑料瓶和35万个泡沫杯 我们2014年5月安装了垃圾轮先生 那段时间我不断在脸书上提到他 而很多亲友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所以有一天下暴雨 我跑到垃圾轮先生里面 拍了一段两分钟的小视频 发到YouTube上 讲解他如何工作 一周后 这个视频得到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 那时我们才意识到 人们对他很感兴趣 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上百万点击量的视频 又怎么将它转化为切实的关注度呢 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网络红人 垃圾轮先生 当我们做随便问环节的时候 只有我们四个人 坐在一个会议室里 疯狂回答网友提问 十分钟我们就收到100个问题 人们问垃圾轮先生很多问题 比如如果你可以成为另一种轮 你会选择什么轮 他回答说 我想要做一个摩天轮 晚上闪着紫色的光 垃圾轮先生的粉丝们喜欢他 因为他是一个幽默的当地名人 他生日时 当地小学生会用垃圾 做一个生日蛋糕 给他唱生日歌 然后我们把蛋糕放在传送袋上 运到他的肚子里 我想我们应该是目前为止 史上最受欢迎的垃圾拦截器了 这太成功了 我们都不敢相信 它变成了巴尔蒂摩的一道风景 我觉得很骄傲 我想不到有和它类似的东西 能鼓励群众拍摄它收集垃圾的场景 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这不是巴尔蒂摩独有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项目在进行中 包括在纽约 华盛顿 夏威夷 加州 巴拿马 巴西 印尼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我觉得和亚当的合作天衣无缝 他们有他们的长项 我希望他们也看到我们的长项 我们很会收集垃圾 这我知道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垃圾轮先生结实 首先在上游就减少垃圾的产量 毕竟最终我们是希望垃圾轮先生能退休 影响天年 可能听起来有点伤感 但是我们会保证巴尔蒂摩的其他城市 以及整个美国东岸都能用到这项技术 可能有一天 垃圾轮先生会退休到佛罗里达去 到时候我们会给他办一场隆重的退休欢送会 而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 美国之音 陈欣 若坤 巴尔蒂摩报道 南中国海争端问题持续在亚太地区延烧 在第49届东盟外长会议举行前夕 老挝首都万象处处戒备森严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VUA卫视的报道 预计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外长和代表将在本次外长会议上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 并为今年9月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做准备 老挝是本届东盟轮值主席国 本月底该国将在首都万象召开一次重要的安全会议 预计南中国海问题将主导一事一成 中国说中国拒绝国际仲裁的立场获得了广泛支持 但很多国家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 呼吁和平解决这一地区的争端 并强调遵循国际法的重要性 老挝是东盟史国中最不发达的国家 万象的一名商贩对记者说 我认为东盟的存在是好事 因为它能给我们国家带来发展 我们还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所以与东盟的融合能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好 而中国和这一内陆邻国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正在不断加强 美国之音VA卫视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7月23号 星期六美国之音VA卫视周末特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请准时锁定VA卫视 我是李一华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